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星海 从前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 两个贫穷的侨夫要穿越一片大松树林 那时地上树枝上都已经银装素过 侨夫来到一条瀑布前 看见瀑布的水柱竟悬在了空中 这是冰雪国王亲吻他的痕迹啊 林子中的鸟兽都无法理解 为什么天气会变得这样了 狼把尾巴藏在两腿中间 一边在林中走一边不停地喊着 真是够可怕的天气啊 可是大王为什么把天弄得这么冷呢 显然是地球上了年纪已经死了 现在他是穿着白色的兽衣躺在棺材里呢 小红雀嘀咕着说 才不是呢 地球是想结婚 他正穿着白色的礼服 让这海龟嘟囔地说 海龟那粉红色的小腿被冻伤了 很疼很疼 但他们还是愿意把所有的事物都和爱练习起来 而且以为好像只有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事的 而得意洋洋 别说傻话了 这都是大王的错 不信的话就把你们吃光 狼咆哮着说 狼的性子很粗暴 所以在吵嘴中从来不会输给别人 我来说一句吧 原因有什么要紧的呢 事实是怎样的就怎样呗 反正现在是真的冷呀 在森林里被称作哲学家的啄木鸟说道 天气相当的寒冷 住在大葱树中的小松鼠们 互相搓着鼻子在取暖 兔子们在家里缩成一团 以至于连门外都不敢看一眼 只有猫头鹰喜欢这种寒冷 猫头鹰的翅膀被冻得硬邦邦的 却喊着 呼呼真是个好天气 两个侨夫小心翼翼的走在像冰场一样的雪路上 不时往手上呼呼的哈着气 一次脚下一滑 他们掉进了雪坑里 结果蒙了一身白雪 好像面粉商人一样 还有一次 他们滑倒在洞的硬邦邦的雪地上 他们的柴捆也随之在地上滚散了 两人值得把散乱的柴重新捆起来 随后 他们又在林中迷了路 吓得哆哆嗦嗦的 但仍继续前行着 因为他们知道雪对于投入他怀抱中睡觉的人们是很残忍的 他们期待着圣者的帮助 相信他会帮助每个过路人 他们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森林 终于 可以看到他们居住的村庄的灯光了 两个人平安地走了回来 他们高兴极了 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对于他们来说 大地是树银花 月亮是朵金花 他们都闪闪地发着光 但是一想到自己寒酸的处境 两个人又悲伤起来 一个人开口说 这个世界是为富人存在的 而不是为我们这类穷人存在的 我们又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倒不如在树林里冻死 是啊 另一个人符合道 这世界真不公平 有的人因为钱多而苦闷 有的则贫穷的睁开眼就愁吃的 除了忧愁 这世界再没有公平的东西了 就在两个人为各自的不幸和贫穷而绝望的时候 突然 天空中掉下来一颗闪亮的美丽的星星 那星星从其他星星中一滑而过 落到了树林里 那尔利乔夫他们站的地方不远 那星星落下的地方一定有金罐子 否则星星不会平白无故掉下来的 两个侨夫怀着侥幸的心理 充满希望的又跑进了树林里 他们到达树林时 看见白雪上有一个金块 仔细一看 那是件金披风 上面绣满了星星 里面还包着什么东西 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天上掉下来的宝物 于是急忙解开了金披风 但那里既没有金银也没有宝石 只有一个安静的睡熟的小孩 于是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我们的希望又破灭了 幸运不是那么容易来的 小孩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就放在这吧 我们那么穷 孩子也不少 我们孩子的面包都不够吃 还怎么分给他呀 另一个人答道 不 不能让这孩子在雪地里冻死 我虽然也很穷 要养活的人也不少 但还是得把这孩子带回去好好照顾 这个侨夫用披风 把小孩裹得严严实实的 以阻挡灵的寒风 然后抱起孩子就朝村里走去 另一个人虽然认为朋友的行动有些愚蠢 但是朋友拿温暖善良的心 让他感到有点不安 不久 两人回到了村子里 那个人说 你拿走孩子 那就把披风给我吧 两个人平分是理所应当的 不行 这个披风不是我的 也不是你的 而是这个孩子的 抱着小孩的那个侨夫和朋友道别后 就赶快回到了家里 他的妻子兼丈夫平安的回到了家中 高兴的搂住了他的脖子 并帮他卸下柴捆 胆去长靴上的血 还不停的招呼他快进屋去 这时 丈夫对妻子说 我在树林中发现一样东西 觉得似乎应该由我们来召唤 于是就把他带回来了 是什么 我们几乎家徒四逼 无论什么东西对我们都会有点用的 于是丈夫打开披风 让妻子看了看那熟睡的小孩 天呐 这是什么 妻子一看见小孩就失望的嘟囔着 我们都有那么多孩子了 你还要领养一个别人扔掉的孩子 这个孩子或许会带给我们不幸呢 还有啊 你到底想怎样养活他 妻子对丈夫生气的嘀咕着 可这孩子是从星星中来的 丈夫把发现这个孩子的过程 有条有理的告诉了妻子 我们孩子的面包都不够吃 哪有东西再来喂养别人的孩子 想想 谁又来照顾我们呢 谁又会给我们吃的 妻子的气似乎一点也没有消 又对丈夫喊起来 上帝不是连麻雀都会帮助的吗 丈夫回答说 那冬天麻雀就不会饿死了呗 妻子追问说 现在可是冬天呀 丈夫没有回答 只是站在门外 寒风从敞开的门中刮了进来 关上门再说吧 寒风吹进屋里来要冻死人的 妻子哆嗦着说 冷风总是吹进冰冷心肠的人家里面 丈夫低声说道 妻子无话可说 朝火炉走去 过了一阵 妻子转过身来望着丈夫 眼里吸满了泪水 丈夫小心地把孩子放入他的怀里 他亲了亲这个孩子 然后把他放在他最小的孩子睡的那张床上 第二天 乔夫把在森林里带回来的那件金披风 放进了一个大木箱里 妻子则把挂在孩子脖子上的那串湖泊项链 一起收了进去 就这样 星海和乔夫的孩子们一起成长 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在一起玩耍 星海越来越漂亮 村民们全都皮肤幽黑 头发也是黑色的 但只有他的皮肤如象牙般白皙 满头卷发又好像水仙花环一样 还有那嘴唇宛如两片红花瓣 眼睛仿佛是开在江边的燕子花 他就像没有人碰过的地里的水仙花 但是他的漂亮却使他变得骄傲满横 他看不起乔夫和村子里的其他孩子 嫌他们出身低下 认为自己来自一颗星星 因而很高贵 因此 他在别人面前以主人自居 把别的孩子都视为仆人 他对待穷人 盲人或是残疾人 不但没有丝毫的怜悯 反而还向他们扔石子 还把他们赶到马路上去 所以 渐渐的 没有人再来这个村子 请求施舍了 星海把美貌看得高于一切 整天孤芳自赏 他嘲笑残疾人和难看的人 还捉弄他们 无聊的时候 他就到果园的泉水旁 蹲下来看自己那张美丽的脸 并为自己的美貌而欢笑 乔夫的妻子时常批评他 说 我们把你带回来像亲生孩子一样养大 我们对你可从没像你对穷人那样无情 可为什么 你总是使那些可怜的人们更加痛苦呢 老牧师也经常告诉他要热爱生灵 再不起眼的东西 你也不能胡乱的对待 在森林中漫游的小鸟也有他的自由 上帝是公平的 不要以别人的痛苦来换取自己的享乐 上帝创造蜥蜴和田鼠的同时 也赋予了他们生存和权利的空间 你为什么要给上帝的世界带来痛苦呢 连草原上的家畜都在赞美着上帝呢 可是星海却摆出不高兴和藐视一切的深情 这以后 他对同伴们仍是一副抑制气使的样子 他的伙伴们之所以听他的话 是因为他不仅漂亮 舞跳得好 而且会吹笛子 歌也唱得动听 他说什么伙伴们就去做什么 当他把尖尖的芦苇戳向田鼠的眼睛时 他们会与他一起开心 当他往麻风病人身上扔石头时 他们也会一起大笑 星海总是指挥着别的孩子 于是 他们的心也渐渐变得狠毒起来 一天 一个可怜的女乞丐经过村庄 她的衣服破成了条 随风一飘一飘的 也不知走了多少路 她的脚上正躺着血 她已经疲惫不堪了 只得在一棵核桃树下坐下来歇脚 星海一看见这个女人就对伙伴们说 看 那美丽的树下坐着个脏兮兮的叫花子 我们过去把她赶走 脏兮兮的真是难看 于是她朝女人扔石头 并捉弄她 那女人恐惧地看着星海 一刻也没有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 真是要命 你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人 那时 乔夫正在不远处劈柴 他立刻跑过来批评星海 星海气得仗喉了脸 你是谁 凭什么来命令我 我又不是你的儿子 星海似乎还觉得冤枉 躲着脚说道 是我把你从寒冷的森林里捡回来的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养大的 听了乔夫的话 女人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乔夫立即将女人带回了家中 她的妻子照料着她 但她不吃不喝 醒来就问乔夫 你是不是说在森林中捡到了那个孩子 是不是在十年前的今天 是的 我从森林中捡回这个家伙 刚好是十年前的今天 乔夫回答说 发现孩子的时候 有没有见到别的东西 他的脖子上是不是戴着个琥珀项链 他是不是包在一个 绣有星星的金披风里 他仿佛失了魂似的喊道 是的 就像你说的那样 于是乔夫把箱子里的金披风 和琥珀项链拿出来给他看 女人一看见这些就哭着说 这个孩子是我的儿子 是我在森林中遗失的 求你把他叫过来吧 为了找他 我这十年走遍了天涯海角 于是乔夫和妻子出去叫星海 快回家吧 你妈妈正等着你呢 星海满怀惊喜和喜悦地跑回了家 但当他见到屋里坐着的 是那个女乞丐时 他的表情立刻又变得轻蔑起来 说道 我妈妈到底在哪 我只看到了一个卑贱的叫花子 孩子 我就是你的妈妈呀 女人回答道 你是不是疯了 这种话也敢乱说 星海生气地说 我猜不是你的儿子呢 你是个穷妞犯的 看你穿得破破烂烂的 快滚出去 别让我再看见你那张脏脸 但你真的是我的儿子呀 我在森林里生下了你 是那些强盗把你抢走的 他们还想杀死你 我一见到你就认出来了 再说 这儿不是还有金披缝和琥珀项链吗 就你跟我走吧 为了找你 我已经走遍了天涯海角 现在 妈妈需要你的爱 女人边说边跪了下来 伸手要去抱她 可星海一动不动 女人开始哭泣起来 终于 她开口了 她的语气非常冷酷 你要真的是我妈妈的话 就不会到这让我难堪了 我认为我是星星的孩子 而不是你这个乞丐的儿子 快从这儿滚出去 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哎 我的儿子 女人哭着哀求的 那么在我出去之前 亲近我吧 为了找你 我受尽了苦难 不 看你一眼 我都会洗鸡皮疙瘩 请你 还不如去亲毒蛇 或癞蛤蟆呢 结果 女人伤心地哭着 走进了森林 星海见她走了 又兴奋地跑去找她的朋友了 但当她走进他们时 他们嘲笑她说 你就像毒蛇和癞蛤蟆一样 丑了 快滚吧 从现在起 我们不和你玩了 孩子们赶走了星海 星海皱起眉头 自言自语地说 哼 以为我会怕你们 我要去泉水那看看 她会告诉我 我是漂亮的 于是星海走到泉水旁边 往水中一看 哇 这是怎么回事 她的脸变得像癞蛤蟆一样 身上还有毒蛇一样的那种鳞片 星海害怕地大哭起来 哎 这是我的罪孽啊 这都是因为我赶走了亲妈妈 总是看不起别人 坏事做得太多了 我要去找妈妈 天涯海角 我都要找到她 这时 乔夫的女儿来了 她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说道 你失去了美貌 是很可惜 但是没关系 容貌不是最重要的 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我们不会笑你的 星海说 不 我对妈妈太过分了 这是上天给我的惩罚 我一定要找到妈妈 请求她的原谅 哪怕找遍全世界 我也一定要找到她 星海跑进森林呼唤她的妈妈 可是丝毫不见回应 整整一天 她都在大声呼唤她 寻找她 到了晚上 她用树叶盖着身体睡觉 鸟兽们还记得她的残忍 都各自离去了 所以只剩下星海一个人 只有蛤蟆和毒蛇 在远远的望着她 第二天早晨 星海用苦果子代替早饭 吃完后又伤心的哭着上路了 每遇见一个动物 她就向他们说明妈妈的长相 向他们打听她的下落 她对田鼠说 你可以钻到地底下去吧 快告诉我 我妈妈是不是在哪 田鼠回答说 你刺下了我的眼睛 我怎么知道 她对红雀说 你可以飞到高高的树上 看到全世界 快告诉我妈妈在哪 红雀回答说 你剪断了我的翅膀来取乐 我怎么飞呢 她向住在葱树里的寂寞的松鼠问道 我的妈妈在哪里 松鼠回答说 是你杀死了我的妈妈 这回你打算找到自己的妈妈 然后杀死她吗 星海哭着低下了头 她祈求上帝的宽恕 然后又回到森林中找妈妈去了 第三天 她到了森林的另一边 当她经过一个村庄时 孩子们向她扔石头 还捉弄她 农民们怕她会使麦子长眉 连牛棚都不让她住 所有人都说她太误会 太丑陋 都要把她赶走 没有人同情她 三年了 她受尽了人们的绩效和白眼 可仍没有妈妈的消息 有时 她会发现某个相似的身影 就拼命地追赶 哪怕被石头尖绊倒 她也不在乎 可那不是她要找的妈妈 有时 她会抓住行人 问他们是否见过妈妈 可所有人都冰冷地说没有见过 还绩效伤心的星海难堪 就在这三年间 她为寻找妈妈浪迹天涯 没有一个人曾给予她热爱和亲切的关怀 她也受到了她不可一世的时候 曾给别人带去的痛苦 一天傍晚 星海来到一条河边的一座城墙坚固的城市 尽管已经筋疲力尽 但她还是想进城去 可守卫的士兵在入口处 用毛和盾挡住了她 你进城干什么 找妈妈 求求你让我进去吧 她很可能就在城里呢 星海回答说 但是他们嘲笑她 并放下盾牌喊道 就是你妈妈真的看见了你也不会高兴的 因为你比沼子里的蛤蟆 不不 比毒蛇还要脏 快走吧 你妈妈不在城里 这是另一个士兵手里举着五面黄旗问道 谁是你的妈妈 你为什么要找她呢 星海回答说 跟我一样 我的妈妈也是个乞丐 可我曾经对她很不好 求求你了 让我进去吧 我要请求她宽恕我 她真的很可能就在这座城里 但他们还是不放她进去 还用毛戳她 正当她哭着转过身来时 迎面来了一个人 她的甲皱上嵌着镀金的花朵 头盔上俯卧着一只长着翅膀的狮子 她过来询问是谁想进城来 首位的士兵对她说 是个乞丐 我们正要把她赶走 带着头盔的人说 干脆把她当奴隶卖掉算了 她应该值一瓶葡萄酒的价钱 我想以这个价钱买下这孩子 刚好经过的一个老头买下了她 那老头长得很凶悍 她付了钱后 就把星骸带进城里去了 他们穿过几条街道 来到了一个石榴树环绕的小门前 老头用一个叼着奇怪图案的玉环 扣了扣门 门开了 然后他们下了无机黄虹台阶 来到了一个花园里面 那里尽是些黑因素和黏土 做成的绿缸子 老头又从她的头巾里 取出一块丝巾 用它蒙住了星骸的眼睛 然后让她走在前面 当丝巾解开时 星骸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地窖里了 接着 老头让星骸吃发霉的面包 又让她喝盐水 星骸吃完 老头锁上了门 并用铁链拴好后就出去了 其实 这个老头是一个魔术师 第二天早晨 老头盯着星骸说 城门附近有一片森林 那里有三块金子 一块是白色的 一块是黄色的 还有一块是红色的 今天你去拿那块白金 要是拿不到的话 我就抽你一百遍 快去 太阳落山的时候 我会在门口等你 知道了吧 快去拿那块白金 别忘了你是我的奴隶 我可是花了一瓶葡萄酒的价钱 把你买回来的 老头又用丝巾蒙上星骸的眼睛 把他带出了底角 星骸朝魔术师说的那片森林走去 那森林非常美丽 到处是鸟语花香 可是往里一走 星骸的全身 就被野玫瑰和钱麻划破了 疼得很 而且无论怎么样 都找不到魔术师所说的白金 太阳西下时 星骸哭着朝魔术师的家走去 可是 正当走到森林边缘时 他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声 于是他顺着声音走过去 结果发现一只小野兔 被猎人设置的不收气逮住了 星骸很同情他 帮他解开了束缚 说道 我虽然是个奴隶 但还可以给你些自由 兔子感激的说 你真好 你给了我自由 可是我怎么报答你呢 我在找一块白金 如果找不到就会爱主人的打 星骸说 那就跟我来吧 野兔说 我知道白金藏在哪里 为什么藏在哪里 于是星骸 于是星骸跟着野兔去找白金 咦 这是怎么回事呀 在大栗树下 真的有一块闪闪发光的白金 星骸高兴地紧握着白金对野兔说 我为你做的 你已经数倍地报答我了 非常感谢 不 我所做的不过是林英对你的补偿罢了 野兔说完就轻快地跑进森林深处去了 于是星骸拿着这块白金走出了森林 他刚走到城门前 就看见一个麻风病人 透过压得滴滴的帽檐 可以看见他的眼睛隐隐约约地放着光彩 他一看见星骸就摇着铃铛大喊 给点钱吧 我快饿死了 我被他们赶了出来 没有人同情我 我该怎么办呢 我只有一块白金 但是如果不把它交给主人 我肯定得挨揍 星骸有些犹豫 可是麻风病人不断地缠着星骸并哀求他 无奈 星骸只好把白金块给了他 星骸一回来 魔术师就问道 找到白金了吧 没有 于是魔术师狠狠地揍了星骸一顿 他连晚饭也没有给星骸吃 就又把星骸扔进了地角 第二天早晨 魔术师对星骸说 今天如果再找不到黄金的话 我就永远把你当努力了 还要丑你三百遍 就这样 星骸又来到了树林里 一整天 他都在寻找黄金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 太阳落山时 星骸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 那只星骸搭救过的小野兔又出现了 为什么哭呀 今天你来到树林里找什么呢 我在找藏在这里一块黄金 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就得永远做努力了 星骸回答说 跟我来吧 野兔把星骸带到了林中的一汪水潭旁 让人吃惊的是 在那水潭底下就有块黄金 我该怎样报答你呢 星骸说 这是你第二次帮助我了 是你先同情我的 野兔说完就消失在森林中了 男孩把黄金抱在怀里 急忙回到魔术师的家 但前一天遇见的那个麻风病人 看见星骸后 又跑过来跪下呼喊道 给点钱吧 我快饿死了 我只有一块黄金 如果不把它交给主人的话 我就得永远当努力 星骸拒绝了他 但麻风病人拼命要求 结果 星骸又把黄金给了他 今天该带回黄金了吧 今天也没有 于是魔术师又狠抽了星骸一顿 还给他套上了铁链 然后又把它丢进了地窖 第二天 魔术师对他说 今天要是能把红色的金子带回来 我就放了你 不然的话就要你的命 于是星骸又回到了树林 一整天 他都在寻找红色的金子 但是哪也找不到 傍晚时分 他又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这时 那只野兔又出现了 你要找到那块红色金子 就在你身后的山洞里 好了 不要再哭了 野兔亲切地说 我怎么报答你呢 星骸满怀感激地哭着说 这可是你第三次打救我了 是你先同情我的 说完 野兔像以前一样 消失在森林中 星骸按野兔说的走进了山洞 在一个角落里 他发现了那块红色的金块 星骸把金子揣在怀里 走出了山洞 把红色的金块给我吧 求求你了 麻风病人一见星骸 就站在路中间哭了起来 唉 你比我困难 比我艰苦 星骸又一次可怜了他 把红色的金块送给了他 可是 星骸的心情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因为他知道 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可是当星骸经过城门的时候 他发现卫兵在向他鞠躬扣手 就好像在对待一个地位高贵的人一样 星骸弄不清是什么原因 一直轻轻摇着头 还不止这些呢 天哪 天底下没人能这么漂亮了 经过的人们看到星骸后都这样赞叹 都是为了让我痛苦 在讥笑我呢 星骸太惊慌了 竟大哭起来 由于聚集的人太多 星骸被急转了方向 那不是他本想去的 最后 他经到了国王的王宫前 宫殿的门敞开着 大臣们都跑出来给他磕头说 您就是我们等了很久的国王 我不是国王的儿子 星骸被弄得迷迷糊糊的 我只是一个可怜的乞丐的儿子 为什么说我漂亮呢 我知道自己丑极了 这时 那个甲胄上 嵌有香金花朵 头盔上俯卧着 一只长有翅膀的狮子的威兵 举起盾牌说 为什么说自己不漂亮呢 星骸朝盾牌里一瞧 他吓了一跳 因为他的脸又变得像以前一样漂亮了 而且还带着以前不曾有过的善良 早就有预言说 统治我们的国王会在今天来到 国王 请戴上王冠吧 希望您能成为一位慈悲和正义的君主 我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我把亲生妈妈都赶走了 在得到妈妈的宽恕之前 我什么也不能做 求求你们了 让我走吧 我是绝对不能留在这做国王的 星骸说完就把脸转向了城门 这时 他看见人群中站着他的妈妈 旁边就是那个曾向他乞讨的麻风病人 星骸高兴地向妈妈跑去 跪在那里 吻着妈妈受伤的脚 他哭了 妈妈 以前我装作不认识您 我错了 可现在不同了 原谅我吧 以前我恨妈妈 可是现在我恳求妈妈能爱我 以前我不肯接受您的爱 但希望现在您能接受我 但是女乞丐什么都没有说 星骸借着伸出手 抚摸着麻风病人发青的双脚说 求求你了 我曾经同情过你 请你说句话 让妈妈接受我吧 可是 麻风病人也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星骸伤心地哭着说 妈妈 我的痛苦快让我承受不了了 原谅我吧 让我回到树林中去 这时 女乞丐把手放在星骸的头上说 起来吧 麻风病人也抚摸着她的头说 快起来吧 星骸起来望着两个人 原来 他们就是这个小王国的国王和王后 王后指着麻风病人说 这位就是你的父亲 你曾帮助过她 接着 国王指着女乞丐说 这位就是你的母亲 你已经用泪水给她洗过脚了 他们拥抱着星骸 亲了亲她 然后 把她带进宫殿 给她穿上美丽的衣服 戴上了王冠 星骸不久 就开始统治这个国家了 她对所有的人都很正直 很善良 她赶走了坏魔术师 给曾经养育过自己的侨夫和她的妻子 送去了很多奖赏 并赋予了他们的孩子崇高的地位 她教导人们要仁爱 善良 不要伤害鸟兽 她给吃不饱的人面包 给穿不暖的人衣物 因此 那个国家成了一个和平富足的王国 但是 星骸没能统治长久 因为考验她的过程 使她历尽了艰辛 三年后 星骸便于世尝辞了